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360 大家一起来看看上个星期有什么车谈大小事吧 告诉你上个星期有很多重量机的新闻 在影片开始之前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第一则新闻就这个CKD.FW第八代Golf R 正式在马来西亚开售 其实之前这个第八代Golf R 就已经在马来西亚市场上翻售了 可是当时是CBO进口 它的售价大概是在42万令吉左右 其实这个售价并不便宜啦 所以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没有什么看过新款的Golf R在路上对不对 可是最近这个VPCM就发布了这个CKD版本的Golf R 最大的重点就是降价 它的售价降了差不多10万令吉 所以现在这个CKD版本的Golf R 大概在33万令吉左右就可以买到 那么Golf R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这辆车的车内是有氛围震设计 然后还有两个独特的模式 分别是Drift模式还有Special模式 Drift模式就是为了让你去漂移 而这个Special模式就是为了Numberland赛道 而进行了一个特别调整 所以如果下赛道的话就用这个Special模式 整体的效果会更好 这个CKD的版本呢 它一样搭载的是2.0公升的EA888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315HP 峰值能力表现400Nm 然后它配备这个FORSPEGON家族的FOMO线四轮传动系统 可以在4.8码完成0到100加速 那么你以为这个就是全部了吗? 并没有 这次CKD的Golf R呢 还配备了这个ACRAPROVIT的排气管 跟你讲这个排气管我在当时的预览会上面 我现场体验过它的声浪真的是很好听 如果你在外面安装的话这个ACRAPROVIT的排气管大概在15000块到20000块左右啦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CKD的Golf R真的很有诚意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欧系钢炮的朋友呢 可以去这个FORSPEGON的展示听问一问详情咯 第二则新闻就是这个汽油版本的BMW 520i 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 预计售价34万令吉 那其实之前BMW马来西亚也在马来西亚发布了这个5 Series 大改款 可是呢他们只发布了一个纯电动的i5汽油版本的车型暂时没有看到 可是这一次呢在这个马来西亚奥秀上面呢 原厂就发布了这个汽油版本的520i 暂时只有520i啦 基本上呢它的外观设计部分跟这个i5是非常接近的 只是做了一点点细微的改进 至于它的内装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这一次这个5 Series呢就是一个小7系列 它整体的内装设计是沿用7系列的这个风格 还有这个很大的曲棉屏设计还有那个水晶氛围的整体的视觉效果 你做进去你根本都不会跟它把以前的BMW车款连在一起 因为这个内装设计真的是太好看太时尚了 在引擎的部分呢这两车配备也是2.0公升的低功率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208HP 峰值扭力330Nm 然后呢为了这个排气标准呢 它配备了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官方表示它的0-100加速需要7.5秒完成 如果是讲以5 Series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动力表现普普通通啦 就可惜530i暂时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BMW马来西亚也没有透露未来这个530i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还是它们只会贩售这个电动版的i5 就暂时还不得而知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个车价格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因为根据BMW马来西亚的公布呢 这个520i的预计售价大概是在34万令吉左右 所以跟之前的这个E-Class相比呢 我觉得它的价格还是有竞争力的 而且重点是这个是个大概宽车性哦 所以大家对这个新款的5 Series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第三则新关就是坦克300正式在马来西亚开放预订 预计售价大概是在25万令吉左右 同样的在马来西亚 Auto Show 上面呢 这个GWM 马来西亚正式公布了坦克300在马来西亚开放预订 它的预计售价是在25万令吉左右 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获得这个5年的Free Service配套 而且头300名消费者呢 则是可以获得这个Lifetime Volanty 但是就是First Hand也就是第一手 如果你把车子卖掉的话 那么下一任车主就没有这个终身Volanty的话 那么这辆车有什么卖点呢 其实这辆车是一个纯种的豪华越野SUV 它采用Leader Frame的设计 如果你去看中国的影片呢 其实这辆车可以实现很多很强悍的越野功能 而且它配备了越野车专用的三巴锁设计 可以单独的锁前轮单独的锁后轮 所以它的越野能力真的是很强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配备了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它马力表现是217HP 峰值扭力表现380纽顿米 然后它配备的是ZF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除此之外因为它是豪华定位 所以它配备了完整的Label II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所以这辆车整体来讲都很到位 而且据说目前在开放预订之后呢 这辆车的订单数大概在150张在200张左右 如果以一个中国豪华品牌来讲 有这样子的订单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了不起 各位对这个豪华SUV有什么看法呢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第四则新闻就是Nissan Malaysia 终于要有新车了 这个Nissan Kicks E-Power 正式确认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我知道大家讲到Nissan都会讲 这个ETCM的他们反应很慢啊 新车不要带进来什么啦 而在这个马来西亚 Auto Show 上面呢 他们就有公布了他们有新的产品计划 未来的所有产品都会有E-Power 的选项 打头阵的就是这个Nissan Kicks 的 E-Power 然后接下来会有 Serena E-Power 还有 Astro E-Power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而在这个Nissan Kicks E-Power 的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1.2公升的三缸引擎 但是匹配电机 你不要听到三缸引擎你就比试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它并不靠引擎驱动 它主要是用引擎发电去帮电池充电 还有提供电力给电机 所以这辆车其实是一个纯电动车 可是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搭载的发电机的电动车啦 那么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36PS 风直流率表现280Nm 根据泰国媒体的实际测试呢 这个Nissan Kicks E-Power 可以在9.33秒完成0到100的加速 你这样子看感觉它好像不是很出色对不对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啦 特大的Cora Cross Hybrid 它的0到100加速大概在11秒左右 如果是HONDA HR-V 它的RX E-HEV 版本0到100加速大概在10.5秒左右 Turbo 版本8.7秒左右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E-Power 的加速表现不错哦 ETCM 有表示这个Nissan Kicks E-Power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它的价格会很有竞争力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来猜一下 不过猜中没有奖品啊 最后一则消息就是Proton 又要有一款全新的SUV啦 在不久前Proton 就有正式公布了他们第一款E-V 的这个真名活动 然后在这个真名活动的海报上面呢 他们就有放一辆车子的剑影 然后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哦 这辆车其实是这个吉利的Galaxy L7 也就是银河L7啦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讲讲这个银河L7 的特点 银河L7 是一款基于CMA 平台打造的新车 然后它的车身值大概是比C-Segment 更大一点点 然后它的特点是搭载了这个1.5公升的雷神混动引擎 在这个纯电续航的部分呢 它搭载了电机接近20度 所以它可以提供大概是115公里的纯电续航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1.5的引擎呢 动力表现也不错啦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30千瓦 大概是170 10HP 左右 然后风景率表现255Nm 然后接下来呢 它还配备了一个电机 因此呢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385HP 官方表示它的0-100加速只需要6.95秒 当然我相信讲到这边大家应该会疑问 为什么讲是EV 可是我讲的车是一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款 因为其实在中国呢 只要你是插电的车型 包括这个纯电动 包括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 或者是这个插电的增程式混合动力呢 在中国都统一叫做新能源 所以可能Proton就是把这个银河L7 当作新能源 所以它们就表示这辆车是一辆EV 可是实际上这辆确实也做到纯电动续航啦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应该还蛮值得期待一下的 而且据说这款车会在2025年就发布 那么大家对这个Proton的全新SUV有什么看法呢? 然后你觉得它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所以大家对这个名字有看法的话 可以去参加它们的证明活动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每周360的内容 这五则新闻里面你觉得哪一则你比较在意? 记得给我留言跟我们讨论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